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兩兄弟的命盤 首先我們來介紹大哥的命盤 77年是南命 他的日主就是我們屬土悟土 他的病因就是在我們的腸胃方面會比較不好 他的個性就是會比較固執 再來我們看看他的內在 他的內在他心裡面所想的 他本身為隱悅 就是要注意他的腿跟他的肺 按悟土隱悅所代表的 代表他為我們的聖諾格 什麼叫聖諾格 聖諾就像我們那個摩托車 那個氣不足 所以聖諾人的病性要怎樣 就是要幫他補氣 他才會跑得動 還有你注意看 一般在批八字的時候 我們最怕他是八字全陽或全陰 如果八字全陽跟全陰代表什麼 很容易孤寡 也代表他的婚姻方面 也會容易不好 所以這個男孩子 第一就是要先注意他的婚姻 因為他為八字全陽格 男命女命都為比較容易孤寡命 再來看他的四柱 命環最怕什麼 兩柱一樣的 什麼叫做兩柱一樣的 兩柱一樣就是兩個 他都是一模一樣 那叫做什麼 叫做我們的福營 福營他會產生什麼現象 就是在做事情的時候 他會反乎不 反乎不定 在做事情的時候很難去判斷怎麼做 阿福營本身有怎樣 福營有三多 一輩子會怎樣 小人多災難多跟顯光多 還有他本身命盤 剛才我有介紹他為聖諾格 聖諾不認財官 如果自己要開店或自己當老闆 會比較累 再來我們來介紹他的 他的我們的地支 就是藏在 藏在底下 不為人家所知道的 注意看他的褲 他本身的褲 是在他的掌上 也代表他的祖上 或爸爸媽媽 他的另外三柱 就是我們的義馬 隱身世愛 他的本身他的 他的那個地支 就是有我們的血方之愛 所以這個小孩子要非常小心 有血光 血光的問題 再來介紹 他的 他本身他的食神 來 比 代表什麼 比就是他身上常有小偷 所以他 如果賺到錢也容易 會被人家拿走 比在第一柱代表什麼 代表跟父母親或是長善 緣分會比較 沒有那麼好 因為比代表小偷 小偷會 會偷走他長善 或是 或是他長善留下來的東西 再來第二個 代王的煞 煞代表什麼血光 這小孩子本身有兩個血光之善 因為煞煞 八字裡面他缺什麼 缺王的印 他八字就是缺貴人 所以要怎麼改變 就是要幫他把貴人把它補足 他才能做改變 印代表他的貴人 叫做煞不離印 印不離煞 有印的時候代表什麼 煞印相生公民血 他的工作才會穩定 來再來看 木火土金水 他的五行 五行全部不均衡 本身又帶血光之善 他本身為三肉疼 所以他 第一就是要非常注意他的身體 你看喔 木是他的官位 就是他的官位 木脊又太多 木脊也代表肝膽 所以他的肝膽方面也不是很OK 木基柱沒有火 八字又沒火 火是什麼 火是他的貴人 所以這個小孩子八字沒有貴人 再來介紹 你看土要過多 土三個 土要兩個 才會正確 土過多也代表他的腸胃會不好 再來你看八字又缺水 木土 土來克水 叫做財 所以他八字叫做什麼 男孩子八字無財 也代表他跟他的老婆的緣分會比較減 還有他賺錢會比較辛苦 所以他的八字裡面也要補他的財情 他的感情世界 還有他如果那個有娶到另一半的時候 兩個夫妻 才會 生活才會融洽 所以再來介紹我們的他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八字命盤 八十年治 男命 這個是他弟弟 來我們首先來介紹他的日主 他的日主 叫做葵 屬葵 鬼屬水 水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智慧 智慧 在葵他的病因是什麼 他的病因就是他的腳 腳容易受傷也容易冰給他偷 你看喔 本身又是飲月 飲月也代表腳 還有他的肺 所以這兩個都全部都不能抽菸 如果抽菸 會傷害到他們的肺部 也要注意他們兩個的腳 來看喔 葵水飲月 如果水 要再生強格 他必須要在哪時候才會生強格 必須要在我們的經濟 生有虛跟害子醜 這六個月生他才會生強格 所以他會生弱格 生弱的人不認財官 如果他真正要當老闆 他會比較辛苦 你看他的地資長官 醜味蔥 我們八字有事故叫做陳虚醜味 有陳虚蔥醜味蔥 都代表褲充 所以他的褲本身就充開了 代表他賺錢也存不住 還有褲又不在自己身上 褲在什麼 褲在掌上身上 所以你看 他是不是這個褲 一定要把他補足 不然錢才會留不住 再來看他的天干 批印石 我們在批八字命牌的時候 最怕什麼 最怕消印多石 還有我們的三關見寬 你看 批十的代表怎樣 容易遭小人扯二腿斷送柴根 有批十的人對不對 他的腸胃也不好 也容易怎樣 也容易會有身體沒辦法醫治的疾病 尤其是我們的另外一種叫做 我們的品山症也是癌症 這腸胃一定沒辦法吸收 你看喔 硬批同線 硬批同線 代表他在做事情的時候 良麗好良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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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恍乎 沒辦法 沒辦法去做決定 批十就是一輩子就是犯小人 容易遭小人 容易遭小人扯後腿斷送柴根 這個就是他的 他本身他的八字命盤 再來你看 木火土金水 他八字缺什麼 缺火 火是他的什麼 水 水來克火 火就是他的財 八字無財代表男孩子怎樣 八字無財男孩子就是不會疼老婆 感情也比較不穩定 所以他想要做改變 一定要把他的財把它堵住 他的賺錢才不會那麼辛苦 夫妻兩個的感情 才會更好 再來你看 本身上面這個跟下面這個 兩個 一個是我們的扶贏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兩個硬批銅線 所以兩個在做事情都很難去做決定 要有人幫他做決定 如果本身要當老闆 我是不建議他們兩個本身做老闆 因為底下這個 有批沒有官煞 有批沒有官煞代表批印銅線代表智慧網開 所以這有說大這麼多問題 這個比較後面 他的地位才會開 所以他的八字要補煞 要補官煞 上面這個要補印 才有辦法當老闆 那今天我們的課程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